嗨 大家好 我今天就和大家來到一個 很受香港人歡迎 和香港人很熟悉的一個地方 而且這裡也是英國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城市 很多國際大型企業都是這裡 加上這裡是英國第二大城市 這裡就是位置在West Midland的Birmingham Birmingham其實是倫敦以外 人口最多的一個城市 這裡已經有超過120萬人口 而且也有很多本地 和國際的大型企業 例如NHS、Apple、Amazon、BBC等等 再加上有很多大型的銀行企業 就像HSBC、Barclays、Louis 又或者Netwest等等 這些大型銀行企業的總部 在這裡都有 而且這裡會有一個20年的Master Plan 會有Regeneration New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還有高鐵 所以加上一起來 總共會超過有5萬個新的就業機會 所以這裡的未來發展 一向都被看好 旅遊Gun Smith樓盤最近的火車站 就是Birmingham with Snow Hill 你只走10分鐘就已經到 你可以去到Birmingham其他地區 如果你想去倫敦的話 很簡單 走多5分鐘就來到Neal Street 這個地區 就可以有直接的火車 去到London Euston的地區 對面走多2分鐘就已經是Neal Street 所以這三個站 就是在Birmingham市中心最主要的三個火車站 整個站其實你看到 它是好像倫敦的大站一樣 再加上它簡直是有Gran Central的購物中心 亦會有很多咖啡店 有餐廳 亦有些店鋪可以逛街 即是說 如果有時你需要轉車的話 在這裡也不用擔心 很多東西可以讓你逛 在Gun Smith附近的Catchman Area之內 都有很多Outstanding和Good的學校 而小學的話你會有Auston Tower Community Primary School 這個是Good的 而中學的Outstanding School 亦會有Auston Manor Economy 在Catchman Area附近 而且整個Birmingham有5間大學 當中包括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是全國排行第12 而我身後的Auston University 都是全國排行第22 而且整個區 整個區有8間的Grammar School 所以為甚麼呢 Birmingham有另一個稱號 就是在倫敦以外 這裏是The Higher Education Center 來到這個商場 依然仍是Blue Ring 這裏的感覺 真的拍得住倫敦的商場 譬如我們上次有介紹過Westfield 這裏整個感覺有點像Westfield 一樣都是很大、很闊、很漂亮 很多店舖 當然也有很多設計師品牌的店舖 所以在這裏逛街 整個感覺是很自在、很舒服的 這裏其實也只是 Birmingham City Center 其中一個商場 這裏有很多不同的大商場 在City Center 這裏有 連Sailbridge 在這裏商場 也有 大家會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很多你們認識的大名牌 這裏你都可以找到 始終這裏都是英國第二大城市 所以這裏的商場 賣的東西 跟我們平時之前去其他英國的地方 看到的商場賣的東西 感覺真的很不同 出到HIGH STREET 其實走在這裏街上 整個感覺是 跟普通我們平時走HIGH STREET不同的 雖然都是一些連鎖的店舖 我們認識的 例如這間H&M和PRIMARK 他們都不是貴價店舖 但你可以看到整間店舖很大 而且它的設計 整個感覺都是氣派大一點和漂亮一點 所以這裏真的給予你一個大城市的感覺 這裏其實給予你一個很有大城市的感覺之外 其實它有很多建築 依然保留著一些很舊有的英倫感覺 譬如好像剛才一路走過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Museum Art & Gallery 其實它現在雖然在維修 但正常都是免費可以進去參觀 還有其他不同的一些比較舊油的建築 你看到整個感覺在街上走的時候 就真的感覺到新和舊的文化加在一起 而且我身後的這個Library 我自己就真的覺得很特別 整個建築真的很漂亮 你可以看到它的設計 跟普通平時可以看到的建築 真的一點都不一樣 Malboss這個商場 其實它的店舖不是你們大家平時可以在 HIGH STREET 或者其他商場那裏可以看到的店舖 因為它的店舖很多都是賣男士和女士穿的西裝 即是SUIT的一些店舖 而且它全部都是一些設計的品牌 加上BBC亦都在這裏 樓下亦都有空間 即是一個共享工作空間的一個地方 所以整個商場這裏的感覺就是一個很藝術 和一個很有媒體氣氛的一個商場 這裏還有HALFINICLES 也有一個中間廣場的地方 是一個屬於HIGH STREET的地方 整個感覺就真的好像去了置地廣場一樣 來到ARCADIAN這裏 其實這裏主要是一些餐廳 它是一個圓形的廣場圍繞著很多餐廳 會有英式的菜式 也會有餐廳、酒吧、露天酒吧 這裏都有 還有日本餐廳這裏都有 所以如果你們想過來這裏 一個Night Out 這裏就適合了 另外ARCADIAN最特別的就是這條街 這條街就好像我們以前在香港的小街 這裏有茶餐廳、上海的手工拉麵 西餅店、超級市場 總之你想找有關香港的食物 這條街也可以讓你找到 這裏有一間香港港式茶餐廳 所以一定要進來試試 還有香港車仔麵 很久沒吃過了 有咖哩、魚蛋、豬皮 我一定要點這個來吃 還有秘製蠟汁 我最想吃的車仔麵 終於都來了 它還要像以前我在香港吃的車仔麵一樣 秘製蠟汁 真的這樣一搭在這裏 整個感覺 看上去真的好像香港吃車仔麵一樣 所以我忍著急不可待 一定要馬上試試 謝謝 還有其實剛才在餐牌上 我都看到有很多平時 即是我們以前在香港看到的 在茶餐廳那裏 真的在茶餐廳那裏可以吃到的東西 例如焗豬扒飯、焗海鮮飯、焗海鮮意粉 還有就是這個 經常都說男人最喜歡的 就是這個豆腐火腩飯 這裏都有 所以在這裏的話 真的好像在香港 你走在街上可以隨時找到東西吃的感覺 對面這裏就有這個Boo Ring Wet Market 這個是In Door Market 其實就好像我們在香港的街市一樣 其實譬如我們去超級市場 你都一樣有很多肉和魚賣的 但是這裏很不同 就是真的好像我們平時以前 在街市一樣 看到這些魚和肉 不知為何我自己都喜歡在這些地方買東西 因為我的感覺都真的覺得 他們這裏的東西會新鮮一點 還有相對來說當然種類會多一點 特別是魚 因為它連魚春都有 我看到我的眼睛就已經發光了 因為我很喜歡吃魚春 你無論蒸或煎都很好吃 所以來到這裏 整個人感覺很開心 現在就來看一個兩房的示範單位 一進來 進到這裏 我覺得很漂亮 它這裏的廚房整個系列 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歡 因為整個系列感覺很Modern 還有很Stylish 這裏中間這個Island 還是你用來煮食的 然後這裏就有個抽油煙機 在這裏整件事是很Modern 很漂亮的 整個廚房的裝修 你們見到的其實全部都包的了 那你會見到有worktop 那牆上面這個backrock 上面的櫃 那有微波爐 焗爐 還有這個入場雪櫃 全部都包的 那當然就是一個的 Dishwasher 這裏也會有 最特別的就是 這裏每一個單位 都會包一個洗衣乾衣機的 那所以大家就不需要擔心了 那全部都會在這裏 有齊了 這裏另外一件我好喜歡的 就是你一開門 這裏就已經是一個大的開放空間了 那基本上因為沒有走廊位的關係 就是你可以用盡了每一個角落 你一邊又可以放飯桌 那一邊也都可以放梳化 一個living的area在這裏 後面這裏還有一個很大的位置 現在他就放了一個書桌 但其實這個位置是基本上 你可以放什麼都可以 你可以放書櫃、紅酒櫃 你想放什麼都可以的 這個樓盤 跟你們平時在香港市面上 見到的樓盤很不同的 因為這裏是由英國 Local 當地這裏的發展商 Elevate Property Group打造的 而且通常他們一開賣的時候 很快就已經當地這裏賣光了 因為他們的 Signature 就是他們的Finishing好 而且他售樓書上面寫的每一項規格 他們都可以Deliver得到的 今次就是他們第一次來到香港市場開賣 所以這個機會真的很難得 那現在來看這個Master Bedroom 它這裏是一個長方形的房間 這裏也連了一個en suite 而且它這裏的樓底是很高的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用了一個很大的吊燈 但你一樣都不會感覺到一個壓迫感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得到這間房間有多大了 這個位置好像他這樣放一個由頂到底的大衣櫃 都絕對沒有問題 這個位置真的可以很闊 而且這個很方便 就是你在這裏整個位置換衣服的時候 也會很方便很多空位用 而且房間的話他們就會用了地毯 廳就會用地板 好 進來看看這個第二間房間 一樣都是很夠大的 這個樓盤Gunsmith主要是以一房和兩房的apartment單位為主 一房的話就由22萬英鎊起 兩房都只是由30萬英鎊起 而每一呎的赤價都只是just over 450鎊一呎起 所以他這個價錢是非常之吸引的 而且他每一個單位的開織都做得很闊很大 很好用的 還有交流期就會將會在明年2024年的第一季就會交流 所以如果大家是想用來做投資的話 就不需要等這個長樓化 而他的租金回報大概也會有over5% 然後進來洗手間 大家可以看到地下的磚 牆上面由頂到底的磚 再加上這塊大鏡都包起來了 還有這個這麼有型的Glass Panel 都包起來了在規格裏面 由於這裡有一個20年的Master Plan 會有infrastructure、investment、regeneration、高鐵 再加上人口不斷增加 帶動經濟的關係 所以預計未來5年 這裡的樓價和租金都會上升大概有20% 由樓盤Gunsmith這裡 其實走出去火車站和City Center 都只是10分鐘的時間 有齊全生活所需 再加上附近有很多大型國際企業 所以如果你們是真的想用來做自主 或者是投資的話 都一樣可以享受得到這裡的方便 那好啦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儘快聯絡我啦 下次見 Bye